哈喽 大家好 我是以三次六道口味的大明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扇鱼汤 在超市里面买的很大的扇鱼 买了几条超级大的扇鱼 饲养了 把骨头剔下来 整个场面就比较血腥 我们就不录了 将蒜 姜 还有黄鳝的骨头一起 放进去剁成泥 它的越顺越好 将盐 生粉 酒 生抽 蚝油 一起搅拌均匀 将蒜 一起放下 一起搅拌均匀 把刚才我们调好的盐 卫士达 跟生粉 蚝油 一起搅拌均匀 先静置一下 打个鸡蛋下去哈 放盐 然后呢 将鸡蛋一起搅拌均匀 然后呢 将鸡蛋一起搅拌均匀 将生粉 这样才需要 放多一点 要让它沉息 做成饼上 搅拌均匀 然后 下油锅 稍微多一点油哈 然后呢 下这个小火 把表面煎至 油点点腻哈 煎香 煎熟就好 酥香 营养的蒜饮饼 就做好了哈 把表面煎至 油点点腻哈 煎香 煎熟就好 酥香 营养的蒜饮饼 下新鲜蘑菇,切了一點新鮮蘑菇 切幾個新鮮蘑菇下去 然後下水 加一點點鹽 稍微煮一下 下一點味精 然後起鍋 點上萬能的通貨 新鮮營養的鮮魚湯就做好了 買了一份鮮魚,做了兩道菜 鮮魚湯跟鮮魚 是不是很簡單 喜歡我視頻的朋友,請多關注一下 謝謝 我們下個視頻見,再見